歡迎來到乳如Recipe這個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涼拌乾絲 材料有 一包新鮮乾絲 兩根芹菜 兩條小胡蘿蔔 一大匙黑芝麻油 一茶匙香菇粉 一茶匙喜馬拉雅三粉紅鹽 加半茶匙白鹽 第一步先將胡蘿蔔 從上向下削平 將胡蘿蔔頭部尾部去掉 胡蘿蔔在碗裡爆絲 將芹菜的尾部 及老葉子去掉 用刀餅把芹菜的筋拍軟 使芹菜的味道釋放出來 還有纖維軟化 再切半英寸 一公分大小 將較長的豆干絲切斷 可以用刀子或者是剪刀切斷 這樣比較方便入口 在鍋裡加入豆干絲兩倍的水 水滾之後把新鮮的豆干絲加入 其實乾絲本身就是熟的 如果買到乾絲本身很軟 就不宜久煮 過熱水三十秒就可以了 以免太軟 過程碎碎的 等乾絲煮了差不多一兩分鐘後 加入胡蘿蔔 煮大約一分鐘 最後加入芹菜 最後加入芹菜 煮到剛聞到芹菜的味道 大約是一分鐘 煮後把水瀝乾 讓它冷卻個幾分鐘 再把乾絲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茶匙的香菇粉 一茶匙的粉紅鹽和半茶匙的白鹽 少許的胡椒粉 一湯匙的黑芝麻油 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這道菜適合放冷吃 放冰箱隔天吃 乾絲更加入味 謝謝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歡正次分享的食譜 祝您度過美好的每一天 希望能再次觀看 下次的分享 如果您還喜歡今天的節目 請幫我按個讚哦 訂閱和分享 謝謝